《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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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等上打扮 外国人咋了? 又取他 哦 喜欢就嫁了呗 那天三个月正来的 都是地球是吧 都是个人灵 正在修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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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家人在修行吗 是吧 在家人修行 对我来说 我出来没说大家 不要结婚啊 不要生小爱 没这样子 因为你是在家人 我就是以在家人的角度 跟你说修行的吧 所以这些东西 你自己去考虑吧 你觉得他真的造到 你又想成到 那肯定有二学一了 是吧 如果他能够助你成道 这就看你的功夫了 觉得这个人 他做在你 他给你制造了一系列磨难 而你如如不动 觉得能助你成道 那你就接受他呗 你觉得他太打扰你了 你就先放手呗 就是一切都是自己看 也许你有时候 刚开始你的功夫不够 全是打扰 在修道中间全是住院 觉得是打扰也是住院 因为都觉得 因为你拐了 转了之间 他骂你 你觉得消夜了 是吧 以前你没知道消夜了 还是哭了 是吧 消夜消得这么疼 难受呢 是吧 但是你有功夫了 你就都市住院了 再过一段时间 也许你清静了 你觉得 我还是选择一个简单的生活吧 我就是挺烦的 我不需要住院了 也许又分开了 是吧 到最后又有慈悲了 圆满来说 哎呀你清静 他不清静 他难受吗 为了他 你还是在一起吧 等等 因为不同的阶段 你想法不一样的 对婚姻啊 家庭啊 想法不一样 每个阶段圆满的不同的东西啊 开始你是散乱啊 最中间圆满的啊 到最后你圆满慈悲啊 这些都是 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每个行为 都不是为自己做了已经 圆满慈悲的时候啊 就是说都是为了能够力到他你就做 能力一个也行啊 啊 你的身口也能力一个都可以啊 就缺不死啊 大不生啊 我们现在做每件事都要起些多年 哎呀你找个对象 他能给我什么呢 他能不能助我成道呢 他能不能同意我修行呢 他能不能给我买个房子买个车呢 他能不能他能不能 都是他能不能 是吧 再去说你能不能你能做什么 是吧 你能不能从这儿去想想 你能为他做啥 是吧 你能帮他做啥 或者是他到底爱不爱我 他是骗财骗色呢 还是骗你 我们想总是以自我为主 一些不断地从外边往过去想 是吧 哎 休息刚开始就是你能做啥 对这个世界你能做啥 你都活着的价值在哪 你能做 哎 当然你要修行嘛 你慢慢慢慢修 你就不那样想问题了 哎 你知道你一不这样想 你就成长了嘛 你就你就有力量了 你出来不想你能做啥 你怎么能成长呢 永远是个小孩子是吧 永远要这个世界呵护你 你不是永远想当BB吗 是吧 你你呵护这个世界 你不就是大人吗 是吧 你就有力量了 知道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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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